我们来到Northwy的四川厨子 这是朋友介绍我吃这个 滋然羊肉 不知道是不是 它叫多滋然吗 我觉得吃了之后味道很好 念念不忘 整天就想着要吃这个 所以这次我一定会点这个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是它的特色烤鱼 特色烤鱼 特别推荐的 再来叫一个爽口木耳 这个也是自然的排骨 自然的排骨 不如就换成自然排骨吧 有意说它不习惯吃羊肉 OK我现在点一个挑战 你的挑战就是 自己去拍一些小小的视频 然后喜欢找什么讲什么都可以的 Anyway到之后讲错了 只要Edit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是的老师 这个是告诉我们点的什么哈 木耳对吗 凉拌 这个这个就差还1块8勒 这样子换一个bag哦 1块8 阿拉妈这样 真是真的会赚钱哦 我跟Joey讲这个1块8很贵 她讲是这样的 来尝一尝 这个 这边有辣椒我不可以吃了 吃一下自己会 不要开始吃掉 把辣椒拿开 OK 很有嚼劲 甜甜的 有点点辣辣的 越来越辣了 越来越辣了 OMG 第二道菜上场的 这个是什么菜呢 这个是 等一下 这个是孜然柴骨 什么味道呢 上次我吃过这个孜然的味道啊 它好像那颗 这个叫什么啊 新疆的 新疆的菜哦 这个孜然是新疆的菜 我怎么记住这个是自然呢 你记住了 自然自然 烧水自然 来 自然 吃下去 你听到吗 我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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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好吃 烧烧的 嗯 夹一块 放在这个盘子里 烤鱼上场了 很大咧 占了我们的桌子 这样子我就 我就不懂怎么吃那个饭了 哎呦 你看我的筷子都跑出来了 让柔鱼来试试看 柔鱼 看一下 是什么味道 你先喝汤 什么味道 一点 带点酸酸 有点辣辣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你会介绍人来吃吗 会 有一层油哦 所以它可以保持它的温度 这个我还看得到 它有那个steam的 它那是 冒烟的 喝一下 嗯 嗯 它的味道很浓郁 下次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吃 很值得 这么一大条的鱼 我看可以吃 可以四个人吃 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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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